哈囉,各位大家好 那今天來做一個稍微簡單的計算 那我這次就把詳細的計算過程公布出來了 我直接告訴你們一些結果 那你們就稍微判斷一下情況好了 那首先第一個 我有壞習慣啦,有時候就是會漏看一些目標或成就 我們這次的街頭對決 他有這兩個 目標 那這個目標呢就是玩 右下角這個30體力的關卡 OK 那你如果 都把第一個小關卡玩完的話可以獲得300點 那第二個小關卡玩完的話又會再獲得300點 所以總共 會額外獲得600點 如果你把這個10小關都打完的話 那事情是這樣子的 經過計算 如果說 我算的方法是 因為這個關卡 他有點麻煩 25到125點 基本上都給你25點吧 我 我自己有玩一些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有問一些觀眾也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每次都拿25點 每次都拿25點 然後如果全部打完 多獲得600點 的狀況跟左邊這邊 你發現你如果每次都抽到3枚左右 的狀況應該是差不多的 換言之 如果你左邊這些關卡 1到13枚的代幣 你不是抽到1枚 就是抽到3枚的話 那我建議你 優先打右邊的 這10個小關 那有剩餘的體力再來打左邊 等於說我們要把那個目標額外的600點拿到 那如果你每次 1到13枚你都拿5枚 以上的話 或是3枚5枚交替拿左右的話 那左邊來說對你來說會比較賺一點 那這就是 取捨的情況 那當然如果你有額外體力的話 最好兩邊都把它打完 這樣是最好的 OK那就取決於你左邊的代幣數量啦 如果你覺得你有點 運氣不好 那趕快先刷右邊的 這是給你們的建議 那再來 大家比較關心的 是說無刻能不能拿到 我們的追博士或是利樂 那你要仔細想一下 我如果要追博士 我要4萬點 在花費4萬點之前 我要先記這4張 這4張分別是 2萬點 1萬5 1萬5 2萬點 我全部拿完這個先發5人組 就要11萬點 那昨天有說過 我們這個活動呢 就是倒數幾天呢 剛好倒數11天 一天要差不多是 1萬點的進度 你就能拿到了 那1萬點是什麼概念呢 基本上 1萬點就大概要 然後 右下角這個30體力的關卡 全部打完 之外 那你在這邊的合成 這個3000點的合成 這個3000點的合成 1天要合3次 再加上 商店的金幣包 都要買一下 都要買一下 這樣差不多就可以拿到 一張大師了 那問題就出在這裡啦 1天合3次 這他媽是什麼概念 我覺得是不是有點難 你覺得也有點難 我們都覺得很難 這個就取決 你的抽卡運了 929394 如果很平均抽的話 然後 體力狂開爆炸多的話 再加上每次打關卡 都抽到7枚9枚11枚13枚 這樣就有可能了 那所以說 這個 抽這個代幣數量的運氣 是不是很重要呢 沒有錯 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你抽代幣運氣真的不好 真的會阻礙你收集104大師的路 那依照1A的尿性呢 他又蠻常給你3枚跟1枚的 之前全明星賽的時候 還沒有那麼誇張喔 之前還蠻容易抽到7枚9枚以上的 所以說這次就是 蠻嚴重的考驗了 運氣不好 真的沒辦法拿到104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是經過這次計算 那我希望你們不要 太難過 反正 我們都已經習慣了 好 那今天就 建議到這邊啦 主要是看你代幣的數量 在決定 還是先刷右邊的也可以啦 沒有問題的 那就這樣囉 下次見囉 拜拜